小公主死了 小公主 你怎么了 小公主 这是武则天一生最狠的时刻 为了对付王皇后 她将亲手掐死了刚出生的女儿 就在不久前 五妹娘临近生产 终于重新获得才人称号 摆脱了婢女身份 并且通过示弱 成功兼老妈和姐姐进宫伺候 皇后对此根本没放在心上 甚至还以为 妹娘只是个小白兔 可现实偏偏很快打连 大儿李红顺利出世 王皇后第一时间想来看望 不料却被妹娘 以小皇子身体虚弱为原因 当场拒绝 与此同时 朝大厦李治也承受了空前的压力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 强逼他尽快颁照 宣布策立皇后养子李忠为太子 李四之事 臣不能不问 太子之位空至今日 满朝文武 无不议论纷纷 还望陛下早日伴照 安定命心 请陛下早做决断 你给老爹戴绿帽子的事 我们不管了 但相对应的戴着就是 谁做大唐集团下一任的老板 必须听我们的 李治的脸色贴心无比 简直比吃了苍蝇屎还难受 一回到后宫 就瞬间爆发 郭勇正卸甲的风范 无论纷皇后如何解释 李治根本听不进去 她当场撂下狠话 你该庆幸你是大老婆 不然我还真不敢保证会对你做啥事 下一秒 五妹娘生下儿子的消息传来 李治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俗话说得好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皇后加五妹娘的联盟就此彻底破裂 新的利益联盟重新建立 萧淑妃趁机投靠王皇后 使劲浑心解数 背后宫活 与其这样费身 倒不如一了百了 皇后是六宫之主 工人有错 皇后可以动用家法 下令障柄 你呀想的是真好 合着就是让我背黑锅 你躲着捞好处呗 到时候五妹娘死了 姐姐我也因为杀人彻底失宠 后宫就是你的天下了 皇上的心臣妾知道 只要皇后先斩后奏 到时候生米做成了熟饭 皇上除了掉几滴眼泪 也无计可施了 劣贼的性格算是被她摸透了 可惜五妹娘命硬 这个方法最终 被萧淑妃自己尝到了苦头 五妹娘原本并不急着弓斗上威 偏偏皇后自己撞上门来 我是来找玉玺的 皇后的玉玺怎么会在这呢 当玉玺被搜出来的瞬间 五妹娘彻底明白过来 这是要清除自己了 皇后你不要听别人的挑唆 给我以家法障壁 关键时刻 手下宫女主动站出来 揽过罪责 结果被活活打死 五妹娘经此一事 黑化完成度彻底来到百分之白 几天后 她得知皇后要来看小公主 而李治下朝后也会过来 于是一咬牙一狠心 掐死了亲生女儿 王皇后被请进来 稀里糊涂的看了一眼 当场吓懵了 小公主怎么死了 五妹娘装作悲痛大哭 喊来所有太监宫女 你们刚才谁在这儿 说 我李治友 只有皇后娘娘 是你 就在这时 李治刚好赶到 五妹娘哭着讲完经过 直接晕死过去 得了不用审了 谁敢信父母会亲手掐死儿女 王皇后这个凶手更蒙了 当初我劝先帝 比他为太子 也是苦口婆心 费尽了心机呀 先帝呀 你比老臣 英明千倍万倍 今天的事 正是你所担忧的呀 我昨天掐死亲生女儿 教化给王皇后 李治当地下定截心 要废了皇后 不料话一出口 就一来满朝文武的反对 一致认为王皇后 不会干出这种 骇人听闻的事 这一定要查实清楚 任务就给了太监总鬼老王 几个问题问下来 只得出一个绝论 小公主死之前 屋子里只有王皇后在 她就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 这我怎么说的清楚呢 老母记下了 你记下了什么 小公主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 都给我逛出去 皇后被逼无奈 干脆请来巫师 做法破案 结果被玉林金 得个扔饶 无妖之寿 国法不容 与子农时 一般派人的 萧淑菲公里 搜到一坛毒酒 两个死对手 一夜之间都被消灭 新皇后的人选 只剩下五妹娘 结果不出所料 两位脱骨老臣 合伙发难 老夫为江山设计 绝不许 武士夺功 长孙无忌的劝谨 还停留在口头 楚随良却直接豁出去了 五妹娘 可是你老爹宠幸过的 你要立的他 天下人该咋想 老李家那位也太混乱了 那朕若 只要立武昭一位后呢 那臣 只好将护 梦还圣上 请求皇上 让臣的海骨 得归故丽 说完 直接一头 撞上金顶 鲜血喷咽而出 好在力道不够 命没丢 偏偏理智晕血 好乐会不欢而散 找到现在的地步 五妹娘明白 一旦不能再进一步 身后就是万丈深渊 他私下联络了 被长孙无忌 贬官的李义佛 一个细微的动作 就将对方彻底拿捏 小李当场发誓 笑容五妹娘 根据他的指示 第二天 就让他三朝老臣 李世纪 司空大人 位极人臣 是四项之一 有手握兵权 尽在太位之下 皇上 对司空大人 记忆后话 老李 你可别忘了 上一任老板 把你一诺到底 是新老板 重新重用你 令悟昭仪当皇后 咱老板 可是铁了心的 昭仪也想知道 李大人的意思 听李大人的口气 好像 皇上 就是昭仪 昭仪 就是皇上了 司空大人此言 也不无道理 李世纪听后 浑身一震 这是要变天啊 如果他这是 光棍一条 那绝对会 坚挺到底 可偏偏老李 脱家带口 只好妥协 于是在大部分朝臣 都跟随 长孙无忌 坚持反对 李志的想法是 李世纪只用一句话 就彻底扳回局面 臣以为 立谁为中共 这是皇上的家事 不必拿到朝堂上来 询问下臣 对啊 对对 这本来就是朕的家事 不必在意了 长孙无忌崩溃了 老子在官场 活了几十年 竟还不如一个小小的武昭仪 当初我劝先帝 比他为太子 也是苦口婆心 费尽了心机呀 先帝呀 你比老臣 英明千倍万倍 今天的事 正是你所担忧的呀 五妹娘的立后大典即将举行 可李部侍郎却犯了难 老子的小情人 要当儿子的大老婆 吃瓜群众不得讨论个没完 我还得写立后诏书 这可难死我了 关键时刻 李一辅一句话解决问题 就说老李其实没有宠幸妹娘 临此前感动小李的孝心 把五妹娘赐给儿子当媳妇 你好 嘿 如此一来 是名也正了 言也顺了 武则天成功上位皇后 然而他真正的辉煌才刚刚开启 关注我下期再见 喜欢的温宠 记得一键三连